大众先请合掌 本师释迦摩尼佛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亲和尚慈悲 各位法师 陈会长 各位学员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请放葬 今天是个很吉祥的一个因缘 我们请到亲和尚 他一个慈悲 援念整个现今的社会状况 这个世界整个天灾人祸不断 众生面临到种种的痛苦 这样的不平静 老和尚他用延迟禁戒 精精念佛的方式来做表率 领终修行 以庄严的戒德来做回向 所以今天各位联友 有这样子的一个因缘 是各位的福报 学人今天也有这个因缘 来这边跟各位讲戒学戒 今天一整天我们念佛下来 大家应该身心都发喜充满了 或许一整天下来身体会疲累 但我相信这个心是不会累的 所以要老法众 大众提起这个心力 我们与学人继续来修学这一堂 基力学纲要 那也希望这个长老慈悲忽念 那各位法师生人听 那我们今天就开始来上这堂课 介力学纲要 禀三 这个协音界 那么在第一次发给各位的补充奖表里面 就是好几页并在一起的这个部分 我们先拿出来 就是关于这个市民 这个协音界 整个解释他这个民的意 以及治这条界的一个根本用意 所以在应该是在第三章 是不是 禀三协音界 第一行 这个就是根本的要义 这个民意相符 根本要义 染情易当 单至专顾 故为之隐 虽然短短几句话 但是这个就是我们在修学 在面对自己这个 五蕴身心烦恼的时候 它一个攸关这个淫界 甚至我们贪欲轮回根本 他这个整条文里面就讲得很清楚 若以第一句 染情易当 这四个字来讲 它是一个众生根本贪欲的一个总相 就是说 这个为之染 是谁在染 就是我 众生以我为实 以这世间的一切万物万象为实 为之所的根本 那以我这个摄身 摊取这个摄身 受想行事 这五蕴甲合合之身为真 去贪染一切的外境 借受想行事 凭借这个掩耳鼻摄身 摊原摄身相畏处一切境 皆是缠绵贪染 那这个就是一个 我们平常在讲的我质 那我质里面贪染最甚的 这属于自体爱 境界爱 这个爱 那这个爱里面当然 种种层次 所谓的情爱 父母之情 兄弟之情 男女之情 乃至友谊之情 那在这一个部分 我们是专讲这个 最粗糙 最粗糙 最片切身的一个摊索 男女情爱这个部分 但是总归这个爱的总相 不管刚刚讲的男女情爱 还是这个父母之间的这个恩爱之情 这些都是我们轮回的根本 那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情直爱呢 它这个过失的相貌 就是它使令了我们这个心 我们这一点本来清净 或者可以向善修学的这个心呢 会放逸 那所以染情易当 那么你这一面放逸的这个心呢 它一个状态 它一个情况 就是会让你不安 它一个不安 有个躁动的一个相貌 那所以这一个就是所谓整个轮回根本 就在于恩爱这件事情 那么底下单至专顾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整个众生 他不愿意从里面 所谓的种种的恩爱 引申出来的这个很多苦 不从里面去反省 然后依着圣教来修学 去觉悟 反而是在这里面有所单逆 有所这个停滞 这个单逆 就是享受这样的预览之热 那这个滞呢 有停顿 不增上 不去跳脱 这样的解释 这个停呢 它是停在这个受热的境界上面 所以叫滞 不觉 然后呢 停滞在这个三界火宅 尤其停留在欲界里面 这个也是滞 那么还有 不出未来果报 任凭三世流转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担染欲乐 带来的过失 停滞 让我们生命停滞的一个状态 使利我们不觉 那专顾 这个就是整个我们轮回的众生的相貌 因为这种习气 累结的熏修 让我变成一种东西的本能 非常深深的一个爱然 所以这个专注呢 就是累结的熏染成习啊 就熏染成习 那么 那以这样的一个整个一个相貌 一个过失 故为之淫 那所以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淫 就是所谓的众生的一个 本来的一个习性 那么从第二堂 那么从第二堂 我们曰内典 明不尽行 为爱然乌心 明为不尽 行非法尽 乌尽戒品 事故云行 行及业也 那我们从众生 刚刚讲整个众生法界 他的一个像状是如此 那我们佛陀 在成道之后 教导我们的这个法 所以这个 就是内典 就我们佛陀 的一个教导我们来讲 这件事情来讲 也是不应该去染污 这样子一个犯恨 所以 就我们这个所学的内典 就是佛说的圣人法里面 这个就是一个不尽行 因为它会让我们的这个亲近 欲应修道的行 又转向这样的一个染污心 明为不尽 那整个呢 你就会去行非法尽 乌尽戒品 这个行跟乌呢 就是一个造作 就是一个造作 那非法尽 就是非圣人所崇尚的一个法 的境界 那乌尽戒品 这个当然这个法 我们在尊崇里面上次有讲 有法里面 你透过身口的一个执行 产生一个亲近的相 戒相 你的戒行 那这样子有所亏损 所以这个禁戒品 就是你的品德 你这样的戒行戒相 有所亏损 那事故于行 那这个部分呢 就是我们的不敬业了 那这样的不敬业 一名非犯恨 所以我们出家人修犯恨 就是这个犯就是亲近的意思 就是从这个淫欲 相对应到整个欲戒里面的 这个淫欲的快乐 这件事情我们都要修行 那我们这三戒里面有一天呢 叫做犯天 那犯天他所要对峙的烦恼 就是欲戒以下出众这样子的爱与烦恼 都要断除 所以即便我未出三戒 但是我要离开欲戒的种种的欲乐过患 你一样是要修这个情情犯行 那么以下 以这个从精正的一个范围来讲 前面是从根本的一个 一个我们众生的业道来讲 有这样的一个淫欲的一个相貌 那佛教的一个内典有这样的一个教导 那从精正的范围里面 我们就举大圣一章里面 他一个很明确来讲 告诉我们五戒的一个居士 应该在这方面怎么样去持守 所以在这个名上呢 他就做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 比较明确的一个规范 叫自欺为政 侵他为邪 那么为了检责这个政隐 所以故说不邪隐 所以特别简责出一个不邪 这样子一个名点 那这个淫 我们解释过了 那不邪 就是这个地方 我们也给他这个消闻 那这个戒 我们在前面的两条戒里面就讲过 这个戒就是圣人 对了种种的过患 至下种种要遮止我们造恶的这样的一个法条 谁戒就圣对此过呢 力遮防戒 那么后面特别再立了这个两条一个问答 就是说以修行的这个现实来讲 有这么一个提问 那何故于戒法中有淫皆离 五戒偏离邪淫 那于戒法中当然可能就是我们之前在简单介绍各位各种戒法 你圣向解脱烦恼 愿意发出离之心 往上修学到八观灾界以上的许多戒法 是要断这个断隐喻这件事情 就是所一个不淫戒 那么在这五戒这部分就有人这样提问 那所以后面的回答是说 在家之人自欺难断 顾偏离邪 我们就这是一个随顺各位的一个修道方便开的门 因为你们修行的现实 就是你们还有妻子 还是见有这个这个丈夫 我们在修道上 这个难断不是指各位居士 在这方面没有意志力要去断 是他的难是有事实上的一个困难 第一个我刚前面我们在讲的时候 我们众生的纬结里面 你的习气的重跟险 你的淫欲的习气一直都在 即便你修一个大定 修到这个初果 先从定 修到这个初产 都很容易 你这烦恼没有断 都很容易现行而退失这个定力 那这个烦恼呢 你至少要修到这个二果以上 所谓的三果稳定 到四果真正断这个淫欲烦恼 以修正来讲 那所以我们在整个欲界 整个凡夫搏地里面 这样的一个隐习的烦恼 再没有断 只是潜伏在许多你修行的散法里面呢 遇到境界的时候 你的家庭 你的另一半 这样的一个陷起 乃至有心要障碍的情况 这件事情让我们不得 勤勤修行 所以是难 是难在自己 以及客观 主观客观两大因缘 所以为之难 所以开许这样的方便 那么开许这样方便 我们后面也会帮助 所谓的在家五界的 优婆色优婆仪 有一个规范范畴 让各位知道 整个处所时间 整个地处 怎么样来做一个防护 它不是没有限制的 你不能只是说 自欺为政 轻他为邪 我懂了 受五界就没事 你也要把很多细微 佛陀开许 我们的一些方式 去做一个计取 因为那些东西 听闻下去 学界就是这个用意 听闻下去之后 在整个 所谓刚刚等一下 要讲到方便起的时候 你在中间有好多的机会 可以回头是岸 可以绝照 那些是有方法 这个等一下 我们以后这个 往下再谈 那我们先来看这个自欺 整个自欺 我们前面三 两条 这个根本界 也跟各位讲 其实自欺 你看到后来 我们后面 这个不忘以见 你会发现 里面可以找到相通的地方 只要你心向往修道 知道业缘果报的原理 第一点 第二点第三点 其实都是一样 所以你越是明白清楚 其实你未来 你内在有一种绝招 反观能力 你会问自己 你会问自己 这件事当不当做 那么因为现前 我们没有学到很多 听经文法 名言 总之 训习也不够强 所以就是学问学问 互相增长 所以我们就老实的一点一点 先慢慢的来消文看下去 第一个 夜道重固 为若是邪 十二夜色 父此重迁 不堪入道 故须置也 这个邪 这个邪啊 它是通于十二夜 它是通于十二夜的 所以说邪呢 它有一个相貌叫做放义 它有一个放义的相貌 那邪语你不要认为说你只放义 你既然通于这个不正当的这个方式 来这个做这个行云之事 你心放义 我们人的贪一旦启动之后 会恶 启动另外一个恶法 那相对善法在里面消减 那我们在历史故事里面也读过 为了要贪取这个不正当的这个男女关系的时候 有时候就犯下了杀业 有时候就贪图了这个对方的一个金钱 犯下了道业 那甚至最常的是你要犯邪语 最常想的是说谎 妄语这件事情 所以包括这整个内涵就是贪嗔痴 所以它通于十种恶业 所以邪既然是通于十种恶业 这样的一个重大的过失呢 不堪入道 所以这件事不是得胜到难 光是要入门修道这件事情 你这样的一个沾染这样的习气 就种种这样恶的习气 陷起的时候 你就非常很多的障碍 就会有很多的障碍 所以以这个角度 生命的根本 这是根本轮回的问题这个角度 我们必须要去自戒 那么第二个 我们再从比较烦恼的角度去看这个事情 就是细福生故 我们刚刚在世民的时候就讲 他之所以生 他之所以会把我们绑得实实的 是因为这个我爱 对这个男女欲爱 这个贪然不舍 那而且第二个就是累结的熏悉 他变成一个动物的一个本能 变成一种习气了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力量 形成强大的业力 把我们锁在这个三阶火灾 尤其在玉界以下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枷锁了 所以在大制度论里面就讲过了 淫欲虽不恼众生 他不是脑海众生 那甚至有人有产生邪见说 我是给对方快乐 我是给众生快乐 产生这样的邪见的时候 他其实不知道 这个东西是彼此的心绑在一起 互不自在 那这是一个不能解脱的一个大根本罪 所以这样的一个生死的业缘 就是于一切尽染灼缠绵 不失出离 那第三个 这个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 这个相关 他只是把它分开来讲 可他的相关就是 因为你不堪入道 因为你这样的习性 你不愿意去断离 那心细复故 那所以造成所谓的生死轮回 那所以这个就是我们 在自戒的时候 根本先看到的一个根本生死问题 那从第四、第五跟第六点来讲 这个是从坏三法的角度 来讲这个事情 那第四点呢 就是所谓的坏出世功德 所以为什么说这个犯这个根本大戒 那在这个地方所谓的犯淫戒 不堪入道呢 他第四点就有讲到 败坏政德莫不由之 染心看者 越疲逆罪何况生处 在修道 我们在修道里面呢 如果我们把这条戒讲到细微处 就是站在 你已经了解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 我要出世修道 要逆转生死轮回根本这个角度 你已经进入到修道这个角度 那你要知道我们的这个防护 细转道不是只做这件事情 是你的所有的眼耳鼻舌身 贪婪一切、舌身相畏处 变成一切的染着残眠而不觉 所以你眼根攀着这个 所谓的男女众的一个好境、好色 而不自觉 以贪婪心来看 都还要致一个悦评罪 这个月瓶你当然是说夏瓶可悔 但是就是另外一个名称是吐吉罗 但是千万不要因为这个小罪 他已经有治小罪了 但是你硕硕泛起 让你的眼跟门头 常常在攀染这个欲望的境界的话 那这种虽然是小罪 硕硕的累积无惭无愧 那这恐怕在未来你在死守这条戒的时候 也是相当的困难 所以从坏出世功德法来讲 应该要致见 那就是一般 我们也有射受三归一 然后他希望得到未来的人生 他也不失出离的 也有这样的人 但是我们一样要教导他这样的一个三法 为什么呢 世间难得苦 皆由于女妇 非少非中年 莫不由此因 那这个当然 不只是世间的难得苦 这个女也得苦 那皆由于女妇 那以女众来讲皆由男 一个男众 那么不管是少年 不管是中年 其实我们常常看到一些新闻事件 或者说这个报导 或周遭的一些你的朋友 常常为情所苦的 然后跨越了这个该有的一个本分 然后衍生出家庭的分争跟问题的 这个部分是大家应该都 比我们在生团的修道人还清楚 那么有一次呢 学人就从海外 这个 去跟大洞结员回到这个国内 那因为很晚了 那所以也必须招揽这个计程车来坐 那一上车 我们也做自己的功课 也没有跟司机多讲话 可是这个司机应该有在注意我们 那快到了 快到我这个目的地的前 五分钟、十分钟呢 是忍不住 就问师父 可不可以问你 像我们不是佛教徒 但是犯了这个婚外情 到底有没有罪 我听说这个罪很大 之类的 那当然我们对一个非佛教徒来讲 我们会跟他讲 其实这个你未来的果报 就不殊胜 那因为你还没有受戒 你也不是佛门弟子 所以你在这个受戒 违犯那个戒罪呢 虽然是不犯 可是我要问你 你现在苦不苦 他说师父好苦 他要处理两方面家庭的问题 那问他说处理到哪里了 他说也差不多了 可是他现在换回来的是 所谓的迫近男缘 你只要夫妻间吵架 他这个东西就被拿起来讲 还有他做了很多事情呢 其实就不容易得到 他的另外一方面的一个信任 所以他有心在这方面要去改变 那也有些后悔 那我们这边也开一个方面说 那你要不要下个礼拜有时间到佛门来了解一下 什么是三规一 什么是五戒 这对你未来好一点 当下讲的时候都很开心 总觉得跟法师参醉了 心安了 都满口的答应 但是后来是等不到这个人 所以这个我们就会讲到后面说 你有苦 那你是苦到什么境界 你愿不愿意真正的从这里面学到一些学习 发一个很重大的一个誓愿 真正的忏悔 所以这件事情并不容易 但是对于世间的一个基本善法 这个部分我们还是必须要历届来教导 我想我们撇开一些特殊的国家法令跟区域性的 我们所谓的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 那个地域性来讲 撇开的不讲 普世价值来讲 就是一个家庭组织成分的一个 互相的忠诚信任责任守护 这是基本的善法 那么第六个 就是所谓的乱经心骨 所以我们修学善法 不管世间善法 除世间善法 其实只要一旦犯了这个所谓的邪隐 隐身出来之后的过患 那我们心不能安静 扰乱我们的一个修定的一个功德 那即便你不是邪隐 你就是在这个正常范围 但是你还是不失欲的过患 那在这上面不断的一个造作 所以所谓的欲火宣星 令失禅失念 所以欲海波浪破定垂固 因为这件事情是跟欲界深深的一个挂钩在一起的 所以你要慢慢的从夫妻的阵营 慢慢的去淡薄这样的一个烦恼 是后面都会引导各位来学习 所以这个部分你要有体会 第四、第五、第六 你要了解它的致意 还是要来自于说要离世间苦这个事了 那这个苦刚刚举那个例子就是说 你有没有苦到痛处 你有没有真的苦到痛处 苦到痛处 这个一开始大家都会从苦苦 它本身就是给你很多的痛苦 你容易讲说我不要了 可是那种坏苦 就是它本身是热受 在顺境的时候 你很难又去提起这样处理的一种修道的心情 还是说对这个男女情欲的过患 因为受伤之后结了疤就忘了伤痛 这是我们众生的一个习信 那所以这件事不容易 但是我们从这个致意 看祖师大德其实苦口婆心 还是一直在提醒我们这件事情 那从第七点后面的几个致意 就是从修道这个角度 你慢慢走上修道这条路 你面临的这个问题 你不要认为你现在受五戒 乃至八观灾戒就没问题了 这个问题一直会陪着我们到这期生命结束 他会在 所以你要细心的去防护去守护 为什么呢?入魔王固 因为我们现在还在欲界的活动范围里面 那这个整个欲界的天主 就是我们的魔王 所以他容许你修很多的福报 他也欢喜你修所谓的事无量心 但是他有一个数量心 他要你修这个舍的时候 什么都可以舍 你就是不可以舍这个世间 你要舍财富去倔记世人 修持 你帮助很多人解决问题 修悲 那这个你都可以去修这样数量的一个 圆一切这个善法境 修一些善果 但是你舍可以舍掉大部分 那你一点点那个我值 我爱不能舍 于世间的这种成就不能舍 所以入魔王就是告诉我们其实还在 我们已经走到修到这个阶段 但是我们还在欲界的这个范围 你整个身心还是在这个状态 要小心谨慎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文 为释刀刃之密 持独花之色 这是两个阿含经里面的一个典故 损害众生 是魔意愿 金云持五欲者 是魔境界 这个释刀刃之密 其实就是我们在读诗社章经的时候 有提到这个 才舍于忍 忍之不舍 譬如刀刃有密 那不足一餐之美 小儿是之 有鸽舌之患 这是整个批语呢 这个小儿是我们现在在三界火宅 我们还是 以修到这个来讲 我们还是小孩子 我们还不称为大人 经典里面所谓八大人觉 那个大人是大菩萨 他整个知见 对世间的知见 他已经看透了 有建立一个正确的知见 那我们叫小儿 这样批语 我们拿这种刀上有密这样来舔 这个批语说 你在贪染这样的欲的一个过患 但在四十二章经里面欲 是整个银耳鼻舌身 那你五欲之欲 但如果引导到这个 引界这件事情来讲 最粗糙 最片身快乐的这个欲 就是男女之欲 所以引伸到这边来讲 就说像这样子不足一餐之美 这一餐呢 就批语说 以这个男女二重呢 在行这样子的一个协引的过程 他就是一个短暂时间提供彼此的互相安慰 互相快乐 可是他后面引伸他一辈子要去面对的问题 这是一个很大的过患 他用这样的较量来让各位知道 这是有过失的 那如果从一个历史上来讲 其实各位也可以看到 为了一个 本来是可以当好一个民军 利益这个全国大众的 但是也因为一个贪图美色 整个王家败国 那以那一个王朝来讲 本来可以建立一个春秋 一个比较 他们所谓的春秋万世 就比较长的一个国的年代 但是也因为这样子 责损了他这个国家的一个生命 那么若以修道人来讲 就是在批语 你这一时的放育不防护 你短暂获得了快乐 在这里面失去了真念 你选择了 你要走的这个世间的路 但是你以这一期的生命来讲 你就是准备 这一期你走完了 你还准备下一期的生命 所以用这样子的较量 让各位知道说 这里面其实它的一个种种过失 那么第八个 就是在网上讲 这个是从出造的这个 这个不得定 从第六个 我们在世间的欲界的定 你在做事情的时候 在世间做大事业的人 其实也要有基本的定力 所以你老是在处理这些家庭问题 男女问题 你能成就了大事业 你家庭能顾好吗 这欲界的定你都搞不定了 何况我们出世界的定 不是这么粗糙 更是要理喻清净 这件事情 那么所以到第八个 就是讲你这样的一个神通会失去 现在还没有讲到对治烦恼 第八个就是说 你这样的一个定心 你本来修一些善法 你有基本的一个禅定功夫 你透过持戒禅定 你可能烦恼是慢慢去除的 但是你透过持戒禅定 引发一个生定的神通 在初禅 二禅 三禅 都可以引发这个神通 但是你会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烦恼 没有禁服 就会失去这个神通 我们第八点他有举这个例子 我们看一下去 第八 失神通故 如仙人见女生然 失通堕落 失去神通堕落 这是经典的典故 又如独角仙人腾空颜袖 这个就是腾空就是他的一个神通的相貌 他在山林峭壁之间 可以很自在的行走 腾空颜袖 颜就是山脉 颜就是山 袖就是这个山脉的脉 后为引女其谨将至人间 这几个小典故故 故事很长 那我这边简短的跟各位来介绍一下 就是在讲过去 有五百个修道人 那五百个修道人 在一处的这个山区 他们修订 慈戒修订 那么当时有个国王 叫乌陀耶纳国王 他就是向带领宫中的宫女 数百到这个山里面去饮酒作乐 所以在那个地区 就烧香 也弹琴 祭乐 歌舞 歌女 就跳舞 来做这样的一个寻欢作乐的事情 那在那一区 也刚好有这个五百个仙人 也是他们修道地区 那么他们在修道的过程 可能引发神通自在地在空中行走 那巧遇在那个境界的时候 或有闻到这个香的味道 或有听到这个嬉戏 这个喧闹的声音 或者是对那音乐特别有感情 或者看到 或掩饰里面去察觉到这个女众的跳舞的曼妙知识 那就纷纷掉下来 那当然经典里面他方便讲 他有讲说他是这些仙人都有到这个玉界很高的产 也甚至有得到这个出产 他这边要介绍一下 在玉界里面其实我们的掩耳鼻舌身 都以五根来讲 这个意当然是还没有停止的 掩耳鼻舌身 这前五事其实都在运作都在贪然 那你要脱离玉界这样的一个状况 你必须至少这个舌跟 舌室跟鼻室是那么比较粗糙 世间的饮食还有鼻室的部分是要收起来的 所以在你有修订到出产的时候 其实你就有微细的 你的身脉基本上已经很微细了 但是你的这个生根 清安 然后你的这个眼视 也就是几乎是光明的状态 那你的耳视也是很明朗 只有这样这三次在作用 所以说看到那种状况 听到这个闻到味道掉下来的 那可能就是在众仙人里面呢 有修到出产了 那有的可能还没有到即将到 那一样在玉界 你即便有玉界高 比较顶端的一个定 你应该可以引发神通 但是不管你是在出产 还是在玉界 比较深的定 引发出来神通 里面你毕竟不是出国 出国等于出产 你出国是跟断烦恼有关系 所以何况我们跟断烦恼的这个境界 以国为来讲 要二国以上 你才有能力降服这样的一个 隐喻心的一个状况 那出产二产 那个只是用定来降服这样的烦恼 那所有境界刺激的时候 你起现行很快 你在定降不住的时候 就发生了这五百仙人 纷纷掉下来的状况 那当然这个国王在询问底下 因为不管以前还是现在 其实对修道人基本上是公信的 可是如果在这个整个 娱乐境界里面 发生有修道人 因为你的定力不够好 或说你因为染拙而失去定力 失去借力 那就引起本来对你赞叹的人 可能想回过来是要毁谤跟承怒你 那所以在这里面 这个国王就以他的福德为例 去把这个仙人的手脚砍断了 就是在告诉我们 其实即便你有种种的神通 你的定力到出产 刚破例欲戒 但是你的烦恼 这件事情没有从因地 好好的去对峙这样的烦恼 不从解脱烦恼这件事情下手 你修一个定未来当中的现行 境界巨逐的时候 你一样是很危险 这主要是要举这个例子 那第二个呢 是独角仙人这个公案 那独角仙人这个公案呢 就是也是佛陀自己陈述 他过去在行菩萨道 在因地修学菩萨行的时候的一个典故 也是要点出这个欲望的一个过患 那么就是山中有一个很很厉害的这个仙人 收养教养一个小孩 不过他的形状特殊 就头有脚 但那个双脚有皮的这个象状 所以就人家叫他独角仙人 那他很聪明啊 学习一切世间的经典 那也学习一切的这个禅修 所以他能引发一些定力 所以他在山中也没有染污 所以他也慢慢透过修学这样子世间典籍 最主要佛陀在这经典里面讲说 他在因地他也修四五量心 因为四五量心基本上还是有宫外道的部分 所以这个不是只有佛门里面专修 世间的一些善法 乃至你要修到这个欲界以上 离开欲界社界以上 这个就叫修四五量心 以这样的功德 所以他也产生一个很大的功德 那只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他的双脚是一个陆体的状态 所以他在山中行走 每一面碰到这个下大雨 连续下大雨 就会让他失足跌倒 那我们前几堂课我们也在讲 就是你即便你有在修学这个慈悲观 你也努力的在修学 但是每一个人境界都有一个局限 你不能忍受的那个点忽然现前的时候 你的局限出现的时候 你慈悲的障碍就在那个地方就出现了 所以这个也一样 这个所谓的独角仙人 跌倒之后 常常跌倒 那有一次跌倒 终于忍不住了 发起撑心 那么就利用他的这个咒术 来咒这个老天 所以收集这个下雨的这个雨水 在竞品里面 以咒术令 这个他所处的这个方圆几百里之内呢 都不可以下雨 那这个当然就连累到整个国境的国民 那当时的国王呢 为了这件事情 去请教 去请教 所谓的这个 他们的外道 长者 那些长者有修行 透过官法呢 官道有这个事情 就告诉他说 那你要找人来破这个 去通告这个人民 看有谁可以破 那这个公告撇出去之后 当然就有所谓的淫女善陀 经典里面淫女善陀 就是为了这件事而来 那他问清楚这个 他不是非人 他是人道 一个修道人的情况 他说那这样子没有问题 我不但会让这个天下雨 让这个咒术消失 而且我也会令国王你满怨 你也习惨 这国王是说 有这样的能力的人 我希望你也把他招揽到我的王宫来 我会骑着他的脖子来到你的王宫 那所以他就自告奋勇 去到这个仙人的厨所 那他就是节级级百位的公女呢 穿上修道服样子的衣服 做修道女这样子的一个装扮 就在他的附近周遭活动 那他当中也准备了许多这个 没有酒味的一个饮料 那甚至这个水果跟这个受用的饮食 也都在加了一些特殊制作的一些迷幻热的一个药 那所以在那中间呢 在一次碰到这个独角仙人经过的时候 他们以行供养之名呢 让他去受用这些东西 那第一次吃到的时候 我们的独角仙人就觉得 这个跟我在山中采食的一些自然蔬果 味道不一样 这个极好 你看这个第一个洞面 蛇跟的玉就出来了 所以这个玉就引动了一个修道人 在山中修道人的一个亲近的信念 那么真怨不绝 后面继续就衍生 衍生 他留下来 接受供养 接受供养到后来 就把他这个 因为总是有目的性 虽然是穿着修道人的这个服饰 可是他内在不是修道 他是要让你破戒 所以他后面也不提供这个东西了 我们的山陀银女也不提供了 那就让这样的一个独角仙人 念念不忘这样的饮食 那预取这个饮食呢 就答应让他带着一起到城中去找 因为他说这些东西好的饮食 在网宫里面会有 就要把它引导到这个网宫里面去 那走到路一半的时候 也借着脚酸脚麻 就取到他的这个路景上去 那这中间 就因为这样的失戒破戒 然后令他原来 因为你大福德大威神的咒术 消失了 那天界的所谓天龙 雨神 天神就照样去执行他们的 一个下雨的这个经历 那基本上他的典故就是这样子 就说其实你从一个 这个小小的贪心 不守 不守护 到后来 你跟这个 所谓的这个女众 在那个区域里面 过重圣密 到后来 逐渐一步一步的 把这个借条给失守了 引发这样子的一个过失 所以他讲的是 在神通上 因为烦恼没有真正的进处之前 之前的用定力来降服 他没有办法完全去逆转 当大的因缘来的时候 那佛陀他要解释了 这个就过去他跟耶稣陀罗的因缘 一个就是他的前身 一个就是耶稣陀罗 所以没有从根本里面去防护的话 那即便你以神通要去降服 都不太可能 那进入到第九点 他不只会障我们的神通 那以这个断烦恼这件事情 他本来影响到定 那现在第九点 是影响到断烦恼这个事情 所以藏念盘古 由乱尽心 尽心就扰乱 这时候就是戒 就是在被扰动了 由乱尽心 思念思定 这时候戒其实已经开始崩化了 那思念跟思定 你戒没有防守好 你的正念正定失去了 那不得涅槃 这涅槃若以修道人的心理状态 就是要解脱烦恼 你没有办法用产生智慧 去对击你这个烦恼 你就随顺你的烦恼了 你不是随顺涅槃的极境 是随顺你的五欲烦恼 所以障涅槃就是障碍你正果 障碍你的智慧断烦恼这件事情 到后来整个总规 就是你的菩萨道这条路 从根本没有守护到障菩提故 就是所谓的障菩提 就是绝的意思 你整个烦恼不绝 让五欲变成是一个障道法 它不只障升天还是障无上道 因为我们刚刚从头讲到现在 就是说五欲最大的过患 就是让你留在欲界的造作 五欲有两种说法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财设民实税 非常出造的烦恼 让你在欲界里面不断的造作这个业 之前有讲到财跟设两支是最根本的 那你的名誉 你的名声 饮食 还有你的睡眠 这个就更是出众的烦恼 但是 不是说你离开欲界 欲界这个对质是基础的 各位如果你在目前还在喂你的饮食 你的钱财 你的民生 贪婪你的睡眠 财设民实税 你们还是很出众 不能对质 那各位就要小心 就即便我们要往生到净土这件事情来讲 你至少要发离欲界 厌离收佛过患 这个收佛欲界以下这个过患 你这方面也要好好努力的去对质 那因为有的人 他不修净土 他是要往色界上去 天界以上 大快乐境界 但是你的这个欲也根本要对质 那所以五欲的另外一个 就针对这个 你要修天 你要修禅定 那你的五欲就不只是断财生命食水 你的这个五欲就变成你的 所有一切的这个世间 色身相畏处 攀乃你五根 六根门头的烟耳鼻色身 五欲六成 在那个六根门前造作的那些欲望 都是你要对质的 因为如果各位未来有机会 再听这个为事 你的心里 你要残求的状态 你要很了解 你现在要进入到这个 所谓的初产以上的话 你的所谓的生根 你的这个所谓的蛇根 你的鼻根还很粗糙 喜欢摊闻这个香的味道 喜欢藏好的这个饮食 那你初产以上是进不去的 因为初产以上乃至到二产 是以禅月为始 所以即便你要脱离欲界 你的眼耳鼻舌身 这个五欲就不是指在对质 才生命之岁了 所有你眼攀色鼻蚊香 舌肠胃 身体喜欢处划的这个东西 你都应该一一的去对质 那个也是你的预患 所以以整个这样来讲 就是这样五欲过患 就是葬你的整个菩提 你修到要成满绝 菩提到后来绝是满绝 就成佛 以这十个因缘 十个因缘 我们来看待这个自营界 那我们在防守的时候 就知道它的根本就在于 我要逆世间的轮回 轮回这件事情 所以你有这样子一个心 那么就是基本的一个政见 基本的政见 那么对于等一下 讲回来到五欲 它还是有基本的一个范畴 我们里面也会讲到细的 可是基本的范 要什么样的因缘才范 我们下一节课 再跟各位来一起学习 我们先休息十分钟 好 没头发